刘志云得怪病了吗 在7月21日上午 来到辉健市西环东路 城后街刘志云家 给我们开门的正是刘志云本人 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一楼客厅里 随后我们向他说明来意 并让他看法轮功网站 编造他得怪病的消息后 刘志云非常生气 他说 谎言如流沙 妇媚却经不起风的推敲 谎言似泡沫 斑斓却经不起光的直射 谎言虽美 但终有一天被揭穿 明慧网显然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造假网 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来说明显 我来说明显 你 我来说明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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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说明显